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逛一下Ajax的这家苗圃 当然首先要来逛一下的就是球兰啦 上了一些新的品种 比如说这一棵价格是20 是一棵外景的球兰 这个品种我是第一次在他们家见到 有些叶子的景还挺漂亮的 像这一盆它里面其实有两株 这一棵虽然只有一株 但是我觉得它的叶子的景还挺美的 那这一盆的价格是10加币 是一个小盆 之前我在他们家看到过大盆 不过我觉得球兰从小盆一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盆价格是15 目前看到了两盆 它晒了之后叶子也有一点点泛红 天呐这个6寸大的Sunrise只要20 之前我买的时候也是6寸大小 还比这个小一点 但是现在都长得这么大盆了 所以它长得还是挺快的 也有Pupi Calix 价格是15 这颗我觉得还挺高班的 这颗价格是15 还有这个Carnosa 价格也是15 这颗的新叶子还有一点泛酒红色 这颗状态 这颗状态其实挺不错的 价格也是15 是这种细长的叶子 这个三角形的球篮价格是20 Microfire的价格是15 是小盆的 它没有大盆 盆数还挺多的 这个标签写错了 它应该是Cantiana带紧的 这一盆价格是20 但是你看它多么的饱满 很划算 还有这种向上生长的球篮 价格是25 有一些还挺大猪的 这个价格是15 Chelsea 好久没有来它们家 我觉得上了不少的品种 还有就是状态都挺好的 这个Calistophila价格是20 藤也非常的长 Brivia Lata的价格是20 QinQA的价格只需要15了 这一盆里面有三株 非常的饱满 还有一些小盆的球篮 比如说这个是Lisa 价格是6加币 在看Lisa的时候 旁边的这个Decilia 真的太漂亮了 价格是15 这个是带紧的 新型的 它也有纯绿颜色的 价格是15 这颗Lakunosa也是开过很多次花了 这个是黑色的Lakunosa 价格是20 非常饱满了 我就不把它拿起来了 也有银色的 价格是25 这个FitchEye价格是25 旁边还有这个新型的 这颗是外景的 价格是25 旁边内景的金叶球篮价格也是25 也有纯绿颜色的 也有纯绿颜色的 价格是20 很好的价格了 我觉得比以前少了不少 刚工作人员上了一批 新的这个内景的 新型球篮价格是50 虽然这个价格会略微有点高 但是真的挺漂亮的 叶子也挺大片的 纯绿的新型球篮价格是15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植物吧 这个是Lipstick Plant口红花 这一棵是带紧的 但是它是有点外景 而且叶子是细长型的 价格是10加币一盆 我觉得还不错 我最近也挺喜欢这个口红花的 所以想入一盆这个 旁边呢是也有卷曲叶子形态的 价格也是10加币 这个呢是花形叶子的 价格是8加币 这盆是我新看到的植物 价格是12 然后它的叶子有点像这个 鲸鱼花的叶子 也是有一定的厚实感 很开心的是这次看到了 我一直很想买的这一款植物 它其实应该属于一种 花椒科薯的植物 主要是赏叶 正面是有花纹的 然后后面是这种深红色 等了很久终于它们又上架了 这个是15加币一盆 很幸运的是 我发现了一盆有两株的 开心 这个呢是20一盆 我记得应该也是降价了不少 是这种银色叶子 叶子呢也有一点厚实度 还有就是快乐叶子 价格是40 有一些的叶子真的还挺美的 我家那盆上了水苔柱 不过我觉得这个快乐叶子 真的长得挺缓慢的 一些曼绿绒 这颗价格是15 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种 这颗还挺漂亮的 价格是20 应该是叫马眉曼绿绒 绿色天堂曼绿绒 这颗是30 也有银件 价格是20 也有银件 价格是20 已经比较大桌了 其实真的很想抱回家 但是我又怕照顾不好 嗯 很纠结很纠结 在看曼绿绒的时候 旁边的花真的太香了 嗯 这盆是20 旁边的枝子花也是很香 这颗海域价格是50 这颗是35 这个橡皮术实时加币一盆 还有一些椒草价格是6加币 秋海糖的价格是10加币 4寸的盆 也有这种上夜的秋海糖价格是9加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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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很喜欢来逛他们家的这个区域 炒大盆的飘香藤 放在柜子里的这个硅背钛价格也降价了60亿盆 有一些已经开背了 专业化店的秋季球根价格可能会高一些 但是你也会发现一些特殊的品种 很喜欢白色的这个郁金香 但是今年太忙了 可能没有时间将它种一下 好了最后再来看一下所有的球兰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别忘了点赞收藏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